觀眾朋友你好 上個禮拜六兩天前 在新北市巴仙樂園的那場粉塵爆炸意外 直接導致了四百九十八個人的輕重傷 集中到現在為止 還有兩百多個人還在家戶病房 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是一位二十歲的女孩子 在今天已經不治 已經不是不幸往生 這個情形看起來問題恐怕會越來越嚴重 今天有話說 又從三個層面來去談 第一個是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嚴重的公安意外 第二個是這種所謂的大面積的燒燙傷 後續在急救上 包括政府在資源調度上 有沒有需要可以再多做檢討的地方 以及包括傷者他們自己 未來可能會經歷到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特別是我們今天要第三個層面來談一談 之後的整個法律責任 賠償訴訟的問題 該怎麼樣去釐清 介紹六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 特別歡迎是 整型外科的醫師張耀元 張院長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警察大學消防科學所的副教授 吳隆平吳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特別感謝是長期在陪伴 陪伴這些燒燙傷病患的陽光基金會的社工督導 賴秀文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非常謝謝安琦 願意上電視跟我們談一談 他自己的經驗 他其實在一兩年前 非常嚴重的燒燙傷 那他自己走過這樣子一個歷程 我們歡迎是燒燙傷的商友 王恩基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律師高永成 大家好 直升媒體人全家裡 青春好大家好 來看看今天的不幸的事情 親眼送走最愛的女兒 李媽媽的心好痛好痛 不捨看到女兒飽受折磨 媽媽和傷心的父親做出這個痛苦的決定 希望女兒可以一路好走 當個快樂的天使 媽媽說兩姐弟前往巴仙樂園遊玩 卻被大火波及 全身90%被燒傷 早上5點15分已經心跳停止 在醫院極力搶救之下 一度恢復心跳 不過病情急轉直下 最後取得家屬同意之後 在下午2點21分宣告急救無效 李媽媽說女兒這幾天忍受身體的痛苦 一心卻還掛念弟弟的傷勢 這幾天都是在找弟弟 我們都沒有人跟他講說弟弟比他嚴重 可是這幾天他這樣子突然間早上 他突然的走了 希望說他能夠把這個心給他放下 女兒走了 媽媽哭訴希望各界幫忙 因為人在戲子國泰醫院的弟弟 全身90%重度灼傷 因為戲子國泰醫院並沒有燒燙傷中心 家屬想轉院卻求助無門 家屬現在只希望弟弟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 傷心的母親聲淚俱下 走的一個女兒 希望各界可以幫忙 別再讓他失去一個兒子 這次導致498個人受傷的這場意外悲劇 到目前還有203個人在加護病房 其中有許多的燒燙傷 程度是超過50% 在中部在南部都有非常嚴重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整個問題會怎麼樣發展 巴仙粉塵爆炸中 送到臺北榮總的傷患 有三人燒傷面積達到90%以上 傷勢非常嚴重 其中一位曾和劍仍看死身拔河 他的爸爸已經守在醫院好幾天神情哀傷 等待兒子能醒過來 兒子已經等於昏迷狀態 他沒有辦法講話 離巴仙樂園最近 又有燒燙傷中心的淡水馬界醫院 當時一度收治高達93名病患 並招回300多名醫護人員全力搶救 目前仍有20多名傷患 燒傷面積達50%以上處於疼痛狀態 院方表示目前都還不算脫離危險期 針對比較大面積燙傷的病人 大概至少需要7到14天 才能脫離一個比較基本的危險期 可能要一個月到兩個月之後 才有辦法確定這個病人未來復活的情形 而送到林口長庚醫院的傷患有42名 其中二十幾名傷患已經進行傷口輕創手術 總共用掉一百多袋全血 長庚醫院表示 還有一半傷患明天要進手術房 目前全血不夠 需要民眾踴躍捐血 林口長庚醫院說人工輔料用量非常大 但廠商庫存不夠 呼籲政府要儘快專案進口 而根據衛福部統計 目前仍有超過四百人留院 兩百零三人在加護病房 分別在四十三家醫院治療當中 記者 你們無家保安心中綜合報導 院長為什麼這個意外會這麼嚴重 結果會這麼嚴重 特別是在第三天之後 我們看到整個情況是更為惡化 為什麼 我們先從燒燙傷的基本的觀念 開始講起 一個燒燙傷 我們要評估 他的嚴重程度會有幾個層面 第一個是深度 你如果是在比較表淺 我們叫一度燙傷 表皮層 你到了真皮層 我們就開始是二度燙傷 淺二度 深二度 甚至於到全部的這個真皮壞死 我們叫三度燙傷 所以他的深度會影響到你的嚴重程度 第二個叫面積 我們所謂的面積就是說 只要超過二度以上的這個燒傷的 我們就算是燒傷面積 一個巴掌算百分之一 我們講百分之五十 我們可以拿手掌來比比看 五十個手掌身上這麼嚴重 五十個手掌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身上 我們皮膚會飽水 你水分散失就非常快 你可能每一個小時 你可能至少要補個四百五百以上的水 你才夠 你基本開銷 第二個 當你那麼容易的喪失 這些水分的時候 你的熱量是不是容易喪失 是 那你身體裡面所有的器官的代謝 都會受到影響 再加上這次的這個狀況 並不只是一個皮膚上的一個燒燙傷 他也包括一個嗆 嗆入 我們講的吸入性的一個燒傷 你的氣管可能受到影響 你的肺部也受到影響 所以他的氣體交換上面 可能也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當然他的嚴重程度更高 那這次的狀況來說的話 當然他會有很多的一些困難點 包括我們的患藥 人力 時間等等的 那就我們以前的經驗來說的話 一個百分之六十的一個燒傷面積的病人 以三到四個人力去幫他患藥 可能至少 至少都要半小時以上 是 所以你五百個人 那你呈上三十分鐘以上去 而且是三到四個人 也就是如果你一百一千五百個人投入進去 剛好五百個人 是 你還需要這麼多的時間 那這個人力資源 時間上的耗費是相當的可怕的 那為什麼是第三天 為什麼是今天 一般來說 我們開始身體開始腫脹的時間 包括我們身體肺部的一個 吸水之後的腫脹 大概在第二第三天之後 會達到一個高峰 也就是說剛受傷的時候 或許我們身體還勉強維持 你的一個機能 但到了第二三天 你整個代謝開始往下走 你的水分開始喪失 你的水分可能到了不該去的地方 包括你的水腫 包括你肺開始有水腫的情況產生 都在第二三天開始產生 所以今天明天或是到後天這三四天 可能是這一次最關鍵 最關鍵的時刻 以即興期來說 這二三天是最關鍵的時候 長期來說 可能比如說兩個月三個月後 可能還有第二波的一個狀況 會產生 比如說八九十以上的 燒烤面積的病人 可能到第二個月的時候 可能有另外一波的一個 那個是感染的問題 比如說感染啦 或者是一個傷口 招呼上的問題等等的 吳吳老師你怎麼樣看待 就是說看了一下 那這個情形應該是全世界第一起 在室外粉塵爆炸 然後引起這麼大規模的傷患 為什麼會這樣子 首先他這個可能 他跟幾個因素有關 第一個說 他那個活動的場所 是一個抽乾的一個大型的游泳池 所以他當他那個大量粉塵 就是所謂的他那些彩色的粉末 噴出去的時候 他就會大量的沉降 在那個場地的地表 沒辦法吹得那個自然 因素吹散 這是第一個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目前的原因 還不是很確定 說當第一次引發 很小規模的粉塵爆炸以後 那他產生的一些灰燼 會基本上往下沉降 那民眾看到這個會產生恐慌 那恐慌以後造成地表上 原來吸氣大量的粉塵 在第二次的灰散出來 那一般粉塵爆炸 最危險就是他引發的第二次 跟第三次以後的連續的爆炸 也就是說 當民眾發現第一次的營火 或爆炸以後 他產生的恐慌 恐慌以後又激起地表 原來他就大量的粉塵的蓄積 產生第二次第三次 他接種一直延燒下去 這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狀況 是這樣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看到有幾話民眾踩踏去滅火 或是民眾生意找我去地表上翻滾去滅火 這在一般的火場狀況是ok的 可是因為我剛才講 因為現場地表基層太多的那個粉塵 那些粉塵是理論是可燃的 所以他一翻翻動 反而攪動這些粉塵揚起 那造成更嚴重的燃燒 才造成我們現在目前的一個 一個不可收拾的經濟 但是我們都從來就沒有人知道說 在戶外辦活動用大量的粉塵 這件事是極度的威脅 這個就剛才主持人有講過 這是大概全世界第一起戶外 開放空間的粉塵爆炸 那過去我們在討論 粉塵爆炸就是在 局限空間或是秘密空間 是 大概過去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殊的 我剛才講說 他可能跟他的活動的空間 其他噴射出去的粉塵 他沒辦法自然的散開 所以他結合了非常非常多 非常不利的因素 包括說他的粉塵量太大 包括說他沒有淨煙 包括說他非常非常高溫的燈距 架的高度是比較低的 特別最致命的是 他是在游泳池裡面辦活動 所以雖然外面有風 但是風還是吹在裡面 對 因為這個空間也造成活動的 的那個民眾當發現意外的時候 他要逃生避難的不便 所以變成他只有一個單一方向 單一方向的又是斜坡 所以造成踩踏啦 後續一些很嚴重的一些 一些傷害事件 所以這是我覺得就是這個 他活動的空間 是一個也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自災的因素 不過杜導我要請教你 剛剛院長有談到說 這幾天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關鍵的非常黃金救援的時間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談說 是不是衛福部可以有一個 馬上立即的一個政策 可以徵召 徵調這些民間 其實很專業的這些診所的醫師 到這些醫院去協助 可是等一下院長也會談 因為那還牽涉到執照的問題 法律責任的問題 能不能把握這黃金事後 可是我想請教督導的是 燒燙傷對於患者 特別是在心理上 或者是事後復原上 到底他會面臨到 什麼樣的問題 而他的親友 他的家人 還有整個社會 該怎麼協助 好 其實如果就陽光 這三十幾年來服務的經驗 確實主持人剛提到的心理 他其實會伴隨著這個受傷 燒傷的這件事情 從受傷的這一刻開始 就就發生了 比如說像剛剛院長 也有提到 在這一段時間 其實有很多在急性期的 那個處置 會在醫院裡面 所以很常是 比如說像我們在媒體裡頭 也有看到 就是可能病人跟家屬 其實沒有辦法接觸的 所以在這個急性期裡面 可能 可能傷者 他在住院期間的這段治療 其實他心裡就承受了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對未來茫然 跟無職甚至是恐懼害怕的 這個階段 那家屬在院外的等候 其實也是 是 對 那但是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就像剛剛院長說 他其實就會是一波一波 不太一樣的階段 在針對傷者的狀況 來做一些照護 對 那對陽光來說 其實我們從今天開始 其實已經就開放了一個 關懷的服務專線 是 那今天其實也有很多的家屬 就朋友撥電話進來 來問說 到底醫療上面的狀況 後續會怎麼樣 那心理的層面會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 在這一段時間 其實不管是傷者家屬 甚至是親朋好友 其實都可以給一些比較 比較正向的一些支持 是 比如說 大家其實可以想像 燒烤傷在在皮膚上面的 那個那個那個 造成的傷害 其實是非常非常疼痛的 那這段期間 其實傷者在住院期間 他要不斷地經過手術治療 是 患藥等等的那個巨痛 其實都會被他們 在這段時間慢慢慢慢的 就是 其實身體會有記憶 那到後端開始 我覺得我們 我們的專業人員 包括醫院的社工 然後心理治療人員的進來 其實都可以協助他們去說 因為每個人可能焦慮 害怕的 那個是不一樣的 有的人是害怕 他在醫院裡面 看不到家人怎麼辦 有人是害怕 哇 我這樣子受傷的面積這麼大 那我的未來怎麼辦 是 很多人他傷者 其實在這段時間 他面對到的 他擔心焦慮的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是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以我們的經驗 在這段時間 醫護人員在照顧的過程 其實很常護理人員 就會關心他們 是 然後你要不要說說看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陪伴 其實在這段時間 其實就很重要 是 不過我們這邊也提供一個資訊 是陽光基金會有好幾支專線 在北 中 南 東 區都有 那特別是如果是在北部地區的話 其實可以打零二二五零七八零零六 分級是一零七 對 那在中部南部東部 其實都有其他的專線 不過你其實上陽光基金會的網站 就可以得到 這樣子一個重要資訊 如果說你的親朋好友 在這樣子一個意外當中的話 其實可以透過陽光基金會 得到一些協助 可是安琪 我要請教你 你的傷是在家裡造成的 對 剛才是在家裡造成的 為什麼 是 就是發生一些小意外這樣子 越黑了 對 那你是 也是超過五十度的燒燙傷 其實差不多 面積差不多是到 差不多五十左右 對 你一個曾經發生過這樣意外的過來人 你會建議說現在這還在加護病房兩百多個 以及四百多個受傷的人 該怎麼樣面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很重要的是 外面就是親朋好友的 鼓勵跟家人的陪伴 那當然還有就是朋友 同學 同儕之間的陪伴 那是因為剛開始 其實他當然心理上 因為他們現在就在裡面 那可能就是對 還沒有到外面的時候 就是他現在在裡面的時候 可能是大家是在這個環境 接受好好的治療 那好好的就是去養 幫助就是傷口讓他趕快癒合這樣子 那但是其實在出院之後 就是真正就是我們要更要去對外面對的時候 對 那我覺得就是對外面對的時候 因為可能在住院這段期間 畢竟是短暫的 是 那他要很快速的去轉換他的心情 可以讓就是讓自己的心情講說 我要去準備好面對這外面 那當然在住院的期間 這家人當然就會一直跟你 跟你去溝通啊 可能之後會面臨到 怎麼樣怎麼樣的狀況 那其實 家人是最重要的 對 家人真的很重要 因為一開始其實在醫院的時候 他們都會先跟你 先跟你就是打一個預防針 告訴你說 那你可能對外之後 去外面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面臨到說 可能大家會這樣看你 那當然其實那時候 護士其實都換藥的時候 跟護士也都會聊天 那護士他也講說 你去外面人家看你的時候 你同樣給他一個微笑 那其實別人就會覺得 你這個人就是很不錯 就是很正面的態度 來去面對他們 最難熬的 不管是身體上的 或是心理上的 最難熬的是什麼 最難熬的 就 因為那些痛其實都過去了 那真的最難熬的時候 就是可能真的是出院 在面對外面人的時候 因為真的是你要一下子的 馬上去轉換你的心情 因為畢竟你不是只有在醫院裡面 在家裡面 你還要出走出去 是 真正要走出去 這段其實是自己的心態很重要 我覺得你要用一個 很積極正面的態度 因為畢竟真的是這樣受傷 每個人都不願意受傷 那受傷也不是你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覺得你自己 把自己封閉起來 真的沒有用 就是你與其快樂的過一天 跟難過的過一天 那當然要選擇快樂的過一天 因為身邊的人其實都會被你影響 因為大家都是看你好他就好 你不好的時候 其實他自己也很難過 他很想要積極地幫助你這樣子 那你是怎麼跨過那個門檻的 自己跨過那個門檻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還蠻樂觀的人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當然還是會需要有一段自己心理 要跟心理的對話 那你一開始當然是面 就是面對他 那你要是真正面對你的問題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試著去接受 因為畢竟傷害造成 我不可能再回到像以前 或是怎麼樣 那只要你覺得你現在展現出來的自信 但是你跟別人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相對的 別人也是會用同樣的眼光 來對待你看待你 這時候這些傷者以及傷者的家人 親朋好友 其實非常非常需要社會各界的關心 加油打氣 之前也燒燙商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 以上的藝人Selina 他今天也特別為這些患者 來加油打氣 藝人Selina的身上 留有不少當初受傷 留下來的疤 五年前的一場爆破戲 讓他經歷生死交官 跟漫長的復健 Selina在得知巴仙樂園粉塵爆炸後 第一時間就在臉書為受傷的人祈福 也以貴然人的經驗福利在目前感到 後補不住的傷者跟家屬 我是一個非常膽小跟非常怕痛的人 然後我也從來都不是一個堅強跟勇敢的人 但是我受傷到現在已經走了快五年了 我覺得我一直很努力的要恢復像我以前那樣 然後我覺得我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你們要有信心 任嘉宣也說 小糖商復原真的是一條相當漫長的路 家人的陪伴是很重要的力量 他也希望商友們要有信心 任嘉宣也呼籲商友跟家屬可以主動跟陽光基金會聯繫 取得治療復屆以及求償等法律事務的協助 記得陳淑均陳立峰台北報導 家裡姐你怎樣看待這場意外 究竟為什麼會發生 以及後續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對 這個意外發生當然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關懷跟責任 需要去探討了 但是我覺得最現在現在我們要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是 三天開始了很多的惡化的問題出現了 然後這個不管是傷口感染的問題 或者器官衰竭的問題這些醫院 剛剛院長提到醫院人力不足的問題 我今天特別打電話給一個三 三種的前任院長 他立刻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跟我講說 我告訴你一定要趕快全部統籌來管理 因為這兩百零三個在交病房的人 他並不一定都在教學醫院 不一定都有小糖商中心的教學醫院裡面 甚至他可能是在其他區域院 然後他手上已經有很多人拜託 說能不能進到他們的醫院裡面 包括臺大包括榮總包括三種 這些有專門有小糖商中心的人 可是這麼多人 兩百多個人在加護病房的人 他沒有辦法去care 就是說即便我真的把你收進來了 我也沒有醫生可以治療你 我們醫生人力不足啊 他今天今天好今天三種以三種為例 好了他收了五十一個人 他能夠收進來的人就已經緊繃啊 他收進五十一個他多少的醫生人力至少要一百個吧 有沒有一百個外科或枕外 枕外當然不會有這麼多個人 然後包括的住院醫師外科的內科的 還不包括那個醫護人員呢 那這些人這些醫生根本完全不夠 他說我完全不能收進來 然後拜託他的這個人 他說某家醫院跟他講說我沒有能力耶 你你收湯上百分之六十我這邊沒有辦法幫你連生命的穩定都有問題 是那怎麼辦 當然現在要要家屬八仙過癌各顯神通嗎 不對嘛 所以我們曾經經歷過九二一 曾經我們最近的一次火災的意外是高雄的氣爆 我們可以有一些的經驗 但是這個經驗更特別更更令人難過更無無錯 他因為他是粉塵的爆炸跟很多的臨床醫生也許都沒有看過粉塵爆炸 是什麼樣的一個爆炸 他他生前都不一樣的 剛剛有提到說他可能燒一次燒兩次燒三次 他散落在你身上的狀況也都不一樣 所以在第三天之後呢 很多醫生會擔心家屬的暴動 因為剛剛我們剛剛看第一個鏡頭 第一個往生的這個這個理性同學的媽媽 爸爸也出來講說第一時間的搶救是不對的 或者是第一個治療時間是不對 或者是醫院是沒有做好這樣的一個治療 也就是說我們人力當不足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衛福部除了藥 藥給足夠 當然很多人出來說藥不夠啊 你跟我講今天可能有藥明天沒有藥 這樣被人家烘好 藥 藥可能是不是很大的問題是醫生的人力 還有統籌的管理 就是說你散落在各個地方 你好啦 你送到中部去送到南部去 大家都聽 安琪也分享說 這其實很漫長的時間 你不能讓所有的家屬啊 住在臺北的家屬到 搬到臺中去陪自己的病 我現在有一個在昨天跟今天 其實已經有好幾十家的醫美診所 我說我願意以後呢 完全免費幫這些患者換藥 或是處置這些傷的病情 可是那是事後 那是後端的 對 現在最重要的是 他的生命能夠完整的 剛剛院長有談到說 這種大面積的燒燙傷是很不一樣 他要一直那個注射食鹽水 對 就是水的部分 要一直換藥 要一直避免感染的問題 換句話說一天二十四小時 你光換一個衣服 你可能就要半小時 那至少要三四個人力以上 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的確面對就是 醫療能力嚴重不足 對 那真的有可能增掉這些民間的醫師 他們有執照 然後到大醫院去幫忙 我覺得這個是威福部要審慎思考的一個方向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到三天開始 有很多的狀況出現了 剛開始燒燙傷可能大家有醫院 能夠進到醫院去就好了 四十三間醫院 其中有多少間醫院 根本沒有燒燙傷中心的 是 那現在看到的狀況 是很多人靠關係 要把自己的家人 往這個燒燙傷的地方送 可是送進來 也沒有醫生可以來治療 甚至我都都有醫生在網路上討論說 是不是 因為燒燙傷是一個特別的訓練 他不一定說內科醫師也可以care 他大部分都是整型外科的醫師 還有外科醫師會處理這些狀況 所以院長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這些很多專業人力 其實是在民間各個醫美診所 但是這些醫美診所的專業醫師 進不到現在的這些大醫院 但是有可能徵召你們嗎 這種燒燙傷 抱歉 基本上這一定是 我們整型外科醫師的社會責任 所以對於我所知道的 所有的整型外科醫師 包括一些其他專科醫師 都認為這個 我們是不可避免 我們不可以去逃避 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應該去照顧這些病人 現在問題是 我們怎麼樣去照顧這些病人 你們進不去 我們進不去 比如說 我剛剛想的列了幾點 第一個 我們進醫院去照顧 請問主責的照顧是誰 是哪個位醫師 是醫院的醫師 還是我們去幫忙的醫師 護理人員的配置又如何 發生緊急狀況的時候 如何處理 不是說我去露一下臉就走了 我要照顧他 如果說當我們不在的時候 他出現緊急狀況 請問誰要負責 是 那所有的醫療 都有所謂的不可知的風險 是 發生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請問法律責任 該誰來負責 那我們希望能夠去幫忙到 這件事情 可是請問後續的法律責任 另外是我們所有的醫師 因為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我們剛剛講 這是我們社會責任 我相信所有的醫師 都不會想去拿取費用 可是除了我們醫師的費用之外 開到房需要費用啊 是 換藥需要費用啊 是 藥品需要費用啊 是 其他人員 就算店都需要費用 請問費用從哪裡來 健保給付嗎 或是怎麼出來的 最後是 我們到底要去哪個醫院幫忙 地點的問題 報備資源的問題 這執照上登陸的問題 這都是一些 我們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地方 所以這真的是 衛福部要馬上去做決定 能不能去做統籌 特別是法律的問題 不過高律師 我等一下好好請教你說 包括八仙樂園 包括那個 那位姓呂的先生 他該負多少法律責任 特別是八仙樂園 他的法律責任 到底比例是多少 可是我們先來談談 這個大問題 大家就說 其實大家告醫生 是一門好生意 所以出了什麼事 就去告醫生 可是現在我們遇到很大的 關鍵是說 這幾天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黃金救援期 醫院人力是嚴重不足 但是外面有一大群人 其實很多人指責說 你們都是外科的 這種最頂尖的佼佼者 結果通通跑去外面 開醫美診所 可是現在這些醫美診所的醫師 想回來救人 但是制度上卡住他們回不來 我們先很快來看一下 這一次呢 導致一個人死亡 四百九十七個人受傷 其中兩百零三個人 到現在還在加護 那整個醫療費用支出 當然會非常龐大 等一下我們來談談這個 所謂的保險的問題 跟所謂的求償的這些問題 在法律上有沒有辦法 讓這些外面的民間 診所醫師 進到醫院裡面去救人 現在目前為止看起來是 因為這個是第一例 所以我是覺得衛福部 可能要專案檢討 就是專案要 他他可以 他或許可以在一定的法律 授權下面定一些執法規 然後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那我們有沒有其他的相關 法律可能災害防救法 是不是會給予衛福部 有這樣子一個統籌調度 的一個權利 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母法的依據 類似像這樣 我們把它視為是一個大型的災害的時候 那衛福部是不是可以 在這些法律授權下面 訂一些執法規 然後讓這個外面民間的開業醫 可以能夠進到這個相關的教學醫院 或是大型醫院裡面去做這樣的一個處置 我覺得可能衛福部要做一個決斷 在法律上還是可行的 只是有法律授權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想像上面 應該是會有這樣子 一些概括性的授權 不然你如果大型災害發生的時候 很難去統籌調度一些民間資源 或者說總動員法 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他們寫下來 其實那個調度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更大的問題 可能就是醫生怕被告 因為這個是真的高度高度風險的 那勢必可能那些不管是嚴重更惡化的情形 一定會再發生 這時候醫生如果介入 如果怎麼樣 他又回頭來告我 我已經就是為了熱心助人 結果最後還被告 所以主要還是那個制度本身 他的他的那個責任的劃分 是不是明確 如果是假設衛福部 在訂這些相關的 因應這一次八千熱源的事件 相關的法規的時候 能夠把這部分的責任劃分 是能夠清楚的 譬如說像剛剛張醫師所講的 如果真的是 他可以 是不是一對是一對幾 或一對一的這樣的狀況 但是呢 當誰來誰是主責 然後誰值班 那後續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如果現在想像得到 他在訂這些相關的規定的時候 就應該要能夠把他相關規定 能夠列進去 主責當然就是臺大醫院 馬街醫院三種 然後其實民間診所這些醫療人力 就是去幫忙這樣子 如果真的要告也不會告到這些來幫忙的醫生 這是衛福部要趕快做 那可是我請教你 當然現在看起來 這個公司的負責人呂中吉 他責任最大 可是我們來看一個 我今天還去那個經濟部商業師查了一下 呂中吉呢 是這個玩色創意國際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他資本的只有一百萬 而這一百萬也不是說要拿來賠的 這可能他的成本營業早就貪光了 所以他戶頭到底有沒有有錢沒有錢 根本不曉得 一百零二年成立的 這是一人公司 從頭到尾 校長兼講錢只有一個人 除了所謂的玩色創意之外 這個活動另外一個主辦單位叫做 瑞伯國際整合行銷 一樣資本額也是一百萬 他是周鴻偉當代表人 一樣也是獨資一人公司 特別是這個所謂的瑞伯國際整合 是去年四月才成立的 你要這個瑞伯的呂中吉來賠 他真的能賠嗎 八仙樂園到現在都說 我是場地的租借者 他的法律責任是多少 當然他今天出了一億說要信託 作為這次的公益基金 我想問的是說 包括呂中吉這個人跟他的公司的法律賠償責任到哪裡 八仙樂園的法律賠償責任又到哪裡 是 我想這個不幸的事情發生 那造成了這麼大的一個損害 那我們法界當然第一個要思考 當然是責任 那所謂的法律責任 當然就有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行政責任 是 那刑事責任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那一天 士林地檢署 對於這個呂先生他們 他們大概有五位嘛 那這個刑事責任的部分的考慮 當然是考慮 第一個我們要考慮說 他是故意來過失 目前為止看起來是沒有人願意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不會是故意 是 現在就是過失 那過失因為今天下午有一位往生了 所以一定是過失致死 那過失致死又因為與這個業務有關 所以應該是業務過失致死 是 所以一層一層這樣子考慮下去 那還要一個考慮說 他到底是直接行為造成這個發生結果 他的因果關係是怎麼去看 就是說像那天試檢查的 有一些可能是現場直接拿這個噴槍噴這個粉塵的 工作人員 當然工作人員更可憐 就是他可能更沒有能力 可是在刑事責任上面來講的時候 他的過濾一定是要考慮說 行為的真正行為人是誰 那甚至於現在在查查的 是不是抽菸 那真的能夠查到 是不是現場有抽菸的人 抽菸的人是誰 他可能也是涉及這個刑事責任 那或者是說 是不是有一些這個現場的設備 燈具設備 音響設備 有上面有疏失 類似像這樣都是檢察官要去查 這個刑事責任的部分 是 那那呂先生呢 因為他是現場 他是負責人 籌辦這個活動的 或許他不是現場拿噴槍噴粉塵 也不是抽菸 也不是管相關音響燈光設備的人 可是他的 對於這個公共安全的不注意 而導致這麼大的一個損害 他可能就會有不作為的一個責任 所以考慮的就是說 作為不作為 然後到底跟這個因果關係 跟這個事件發生因果關係如何 這中間都是所有的刑事責任 要去釐清的 那刑事責任釐清以後 當然是直接的責任 他們這些人到時候一定是 對於造成這個事故 所發生的民事責任的 直接賠償人 那民事責任呢 當然除了直接造成這個事故 具有因果關係的行為或不行為 而造成這個事故的 這些直接的自然人 以外當然有他們背後的這個 間接責任的相關公司在 那這相關公司當然 以旅行人來講 就是承辦活動的玩色創意 或者是這個瑞博 那辦理這個活動 通通都是會有間接責任 因為活動是他們辦的 而造成這些他們 他們會有後面的這個 間接責任在 或是雇用人責任 或是相關的直接的契約責任 就是說民事責任 除了我剛剛講的侵權責任以外 也有可能是契約責任 因為他們跟消費者賣票 那提供這樣子的 這個娛樂服務 那這個娛樂服務 本身導致這樣的一個 加害給付的一個結果 也有契約責任的問題 這個侵權責任的問題 侵權的間接責任的問題 那我一個一個請教你 這個呂中吉 他的這個叫做 完社創意公司 是一人公司 資本額只有一百萬 而這一百萬 其實就是開公司 拿出來給人家看一下 他就可以拿去用了 這個至少幾億以上的賠償 這個絕對跑不掉 是 我們舉了一個例子是 之前有一個人 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燒燙商 醫治了一年七個月 他就花了兩千多萬 光一個人 那我想問的是 呂中吉這個公司 這個錢真的要得到嗎 對 目前為止 看起來應該是他的 這個資歷有限 可能沒有辦法負擔 這麼大的一個所 所以他就宣布公司破產 是 所以當初對於這種大型的公共 這種大型活動的 公共安全的一個注意 其中所有辦的 基本就是保險 必須要把這樣子的一個成本 轉嫁給保險公司 那當然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保險 似乎也不夠賠 是 似乎也不夠賠 因為原因也在於說 我覺得這是我們辦理這種活動的人 他往往就忽略掉 沒有想到有這麼多人 出事 出事情的一個狀況 忽略這樣的情形 他的投保額就不夠 是 很明顯是這樣 這我是覺得說 是我們長期兩 我們社會對這部分是忽略掉了 那你如果投保額是夠的話 或許不會 不會有 那現在目前為止看起來 投保額 不夠 所以對這五百個人來講 他頂多就是呂中吉 這個公司如果願意賠 頂多是排一點點錢 因為他很快就會破產了 以及保險 保險 對 所謂的最高是五千萬 那現在還有八仙樂園 願意拿一億做公益信託 八仙樂園我要特別提 就是說 以目前來看 當然八仙樂園 跟王社 跟王社創意 或者是瑞博 他們中間 到底當初 是怎麼去協議辦這個活動 他們的內部的契約 會影響到八仙樂園的責任 這個是絕對有關係 所以他不見得只是場地提供者而已 對 不見得只是場地提供者 他有很多很複雜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會覺得 目前為止八仙樂園看起來 他是一個顯明 所謂的顯明意思是說 你現在你問這些 這些這些孩子們 你說他要去哪裡參加這個 去八仙 對 去八仙 所以八仙他是一個顯明出來的 就是就這個活動來講 他是一個顯明者 這顯明者 他會有很多可能性的法律責任 包含他可能是表現代理 就是說或許這個 玩社創意或瑞博 當初他們在辦這活動的時候 對 我們這都是八仙樂園 八仙樂園與八仙樂園合辦 他如果有這樣的一個顯明 而八仙樂園又不反對的時候 八仙樂園當然也要負他的責任 不是依照合約拿出來 只是場地出租者 所以八仙樂園就沒有責任 不完全是這樣 是 而且另外就是像這邊也是 這個新北市觀光旅遊局講的 也是正確的 就是說他今天他的 即使他是場地出租 那這場地出租呢 他的場地出租並沒有符合 我們這個出租者 他應該盡的義務 就是提供一個適當 所謂適當就是說 游泳池不應該抽乾 如果他是游泳池 他是仍然是有水的 或許也不會造成 今天這樣的一個結果 你如果提供平地的 也許也不會造成這個結果 是所以他是游泳池抽乾有違反的這個水上樂園 這樣子的一個遊戲設施 在交通部申請核准的一個項目 這個時候他可能對於這個場地的使用 的提供使用 他可能有他的責任在 所以八仙樂園大概不太能說 那個排排批評 比如說我只是說提供場地 然後我只要負責道義上的責任 是 我覺得那個要去把他們跟 玩色創意或瑞博的合約拿出來看 是 但是即使不看那個合約 或者說那個合約 在權責 在那個責任劃分 有非常清楚說 八仙樂園講說 全部通通都是有 恐怕也不一定對消費者來講 八仙樂園就能夠免除掉責任 那也要看他門票怎麼收益 怎麼去去劃分 目前為止看起來好像是說 單獨賣門票 可是單獨賣門票 不代表八仙樂園沒有責任 我還是再次強調 對 八仙樂園可能有責任 那最後一個 其實我還是想提的是說 就是說 因為他不是第一年半 我覺得對於這個大型活動的安全管理 各個這個當地地方政府 其實不完全沒有責任 我目前為止 因為這個事情發生了 當然我們就會去查 相關的這個 各個自治機關 就是各地方政府相關的 這個大型活動安全管理作業要點 我目前為止看到最 最規範比較詳盡 應該像高雄市 高雄市會關 會 他會 因為大型的活動 他的安全 就非常重要 我想這個景大 這個教授在這邊 是會就會就會注意到 所以他既然已經不是第一次辦 當然這個事情是第一次發生 可是他如果之前辦理過 而且你也曉得說 他是一個短時間 大規模的人的聚集 你縣市政府 這些這個辦理活動的相關單位 有沒有申請他的疏散 也沒有申請他的交通的協助 如果你都知道 如果一個地方政府都知道 而對於這樣子的一個違規使用 已經是第二年第三年了 你又沒有去開法或幹嘛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大法官會議 四至四六九號 所謂的保護規範理論 就是說 那一次是威爾康大火的一個狀況 就不代表政府真的沒有責任 所以我會覺得說也有可能有國家賠償的可能性 安晴我再換個角度請教你 經濟會是很大的困難嗎 在後續的整個燒烤商患者 必須負擔的 或許會 就是如果對於一些可能就是平常 就是應該也不是說 不是說真的很大困難 因為是本來這個醫藥的費用 是沒有在他預期裡面 那突然多了一筆這樣子的開銷的時候 那該怎麼辦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有些人可能 因為他們都還很年輕 所以有些人可能不是 這麼care到那個保險 那他又沒有保險 可以幫忙去做支付的時候 這樣子的金額或許 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委員長我們看到有些父母 其實他們因為都是十七八歲 那種年輕人 他爸媽可能有些是賣便當的 有些在麥當勞工作的 其實家裡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 可是我們剛剛舉了一個例子 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燙傷 如果依了一年七個月 那當然可能包括人工質疲的部分 他花到兩千多萬 那個花費會是這麼巨額嗎 我先提一個數據 就是嚴重程度 可能其實超出我們的想像 因為剛開始我們看到新聞的時候 我剛開始想說五百個如果都輕傷 那可能還好 因為印象中想說五百個應該都輕傷吧 結果後來我聽到的 就是我們以前馬接整形外科的弟兄 馬接總共收了五十七個病人 其中一半住交互病房 有四成進去是插管的 有六成第一天就接受了緊急手術 而在五十七個人裡面 超過三十歲的只有三個 其他全部是三十歲以下的 全部都是年輕人 全部都是年輕人 那我們講回來這個費用的部分 因為包括換藥 包括你的藥材 我們講人力 光一個可能百分之六十的 燒傷面積的病人 可能就需要三到四個人來做一個 換藥的一個動作 再加上你的每天的消耗的藥材 你可能不是一天換一次 你可能一天要換個兩次到三次 你之後的手術 手術不是只有做一次而已 因為我們要直皮 你一定要把好的皮拿去補這些 受傷的皮 你如果假設你是百分之六十 你有六十是不好的皮 你只剩下百分之四十 你怎麼可能一次把補完 那個健保都不補助嗎 健保會有補助 健保有補助 那為什麼要花到兩千多萬是 兩千多萬兩千多萬是指整體的費用 而不只是說 包括健保補助費用 不是病人本身的費用 一般來說 因為剛剛舉的例子 是百分之九十五的燙傷 的一個一個狀況 那百分之九十五 其實他死用率本身 已經很高了啦 他花了一年七個月就回來 當然我們要覺得非常 謝謝啦 那如果以六十Percent來說的話 可能至少三到四個月 一個月大概一百萬 我們就抓一個月一百萬的一個費用 不過這個情形讓我們反省說 每次我們都是出了意外事故 再來檢討怎麼會這樣這樣 而事實上粉塵爆炸在中國 在美國其實已經發生過非常非常多期 中國之前的粉塵爆炸 更導致一百多個人死亡 可是為什麼我們還可以容許說 在室外有這麼大量粉塵 而且是人這麼集中的情形下 去辦一個大型的活動 我們來看看之前的這些粉塵爆炸 為什麼沒有給臺灣作為一個教訓 上週六在八仙樂園舉辦的彩色派對 發生粉塵爆炸 造成將近五百人受傷 不光是辦派對 先前還有彩色路跑 不少民眾購買食用及玉米粉做成的彩粉 但有物理老師警告 彩粉一旦遇上打火機或蠟燭等火源 可能引發粉塵爆炸 當大家都是這樣一顆一顆存在在空氣中的時候 它的反應速率就會變得很快 所以這個時候我只要有一點火花 就會有爆炸的這個問題出現 中國也曾經發生過粉塵爆炸 不過出事的地點在工廠 透過中榮金屬製品公司 對面工廠的監視器 清楚記錄去年八月二號上午七點多 中榮金廠區冒出白色煙霧 十秒過後煙霧漸漸轉成青灰色 蔓延整個廠區隨即警銷救護人員趕到 公車民眾也都加入救護行列 將傷者陸續送往醫院急救 我們聽了一下 不只中國其他國家也曾發生大規模的粉塵爆炸事故 通常發生在工廠 而這次的臺灣粉塵爆炸 發生在遊樂園比較少見 不過吳老師我們來看看 之前其實真的案例很多很多 可是絕大部分都是在室內 或是密閉空間 我們來看看一九四二年 中國本溪湖煤礦就爆炸 導致一千五百多個人死 這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礦難 七七年的時候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呢 他也是因為穀物生育器爆炸 這應該也可能是粉塵 七八年明尼蘇達州呢 是麵粉的這個粉塵爆炸 導致二十二個人死亡 一九八七年黑龍江哈爾濱的 也是亞馬廠的這個亞馬粉塵爆炸 五十八個人死亡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案例 兩千零三年 美國也是因為所謂的橡膠粉塵爆炸 六個人死亡 然後零八年的時候呢 因為糖粉的粉塵爆炸 十四個人死亡 然後再來是中國的情形 也有澱粉廠的粉塵爆炸 十九個人死亡 以及一四年的時候 江蘇昆山 剛剛這些所謂的金屬粉塵爆炸 一百四十六個人死亡 但是我們都不認為 這個事情會發生在戶外 所以包括民間的業者 包括政府就不以為意 為什麼 首先像類似這種 這種粉採的活動 其實是印度一個宗教民俗活動 其實他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那我們國內是最近兩三年引進過來 所以其實災害就是一個 你沒有意想到的才叫災害 就是所謂的黑天 有效應的問題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剛才高律師有講到說 其實我們對於這些 國內大型活動的一些相關的活動的管制計畫 其實是有 可是我們大部分是針對 比如說國慶煙火花博 或是說大甲媽祖金香等等 這些大型活動其實相關的一些活動計畫 包括一個偽安計畫 其實通通都有 可是像我們回來看說 我們怎麼來訂定所謂的大型活動的定義 比如說我們今年年初去發生 南北都發生過廟會活動 是 那民眾跟執法單位的一些衝突的活動 那類似這樣的一個 所以我們怎麼來訂定這個大型活動定義 才有辦法去後續要怎麼去做管理 那第二是一些相關的一些安全防護的管理 其實有很多的面向 包括剛才律師有講到 包括他的交管的問題 包括他一些救護入境的問題 包括說一些民眾疏散的問題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所謂後續的一些病人的後送管理的問題 其實在測試在新北市 其實他的整個應變的效率其實是蠻高的 他大概在當天的凌晨兩點進行公告 大概三百多位的一些三萬的一個後送醫院 那今天他已經把完全五百多名的一個病患的 一個後送醫院 他大概都已經公佈了 可是又後線有個問題 所以剛才也有講到說 很多病人他的居住地 跟他的後送醫院的這個這些資訊 其實是沒辦法讓病患或是家族 可以做到好一些完整的一些照護等等 所以類似這樣一個大量傷病患 其實在科事長其實也提到過 其實在我們醫院 其實有做過大量傷病患的一些演習演練 其實醫院大概有這個能力 可是事發現場到醫院這一段 以及送過去以後 後續的後送的一些程序 其實在我們國內 這個部分還是在 在 還是有有有改 改提升的貢獻 可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其實二零一二年台南的北門醫院 其實也發生類似的一個狀況 當時是相對的混亂 其實我們國家對整個防災的一些應變 其實是有進步 可是針對這個案子 其實還有在 北門那個是老人安養院 活警以後 那這些病患要後送到其他醫院 很多家屬到的心臟是找不到他的病人 就像我們這次其實相對好多了 其實我們這次很多的家屬 一接到通知 其實他很快速就找到他的家屬的相對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這次新北市 他在整個應變其實是有提升 可是我剛才講說 這些身份的辯識 以及後送以後送醫院在後送 這些的程序的管控 其實是很多是我們政府部門跨局所要去整合的 這個我是覺得未來還是有在 但我請教你前端 剛剛高律師有談到說 這個不是第一次辦 那我想問的是說 譬如說八仙樂園或是這個呂先生 他要辦一個活動 是不是自己說要辦 然後就辦了 中間有需要公部門的審核同意批准嗎 我的理解目前應該 就是我們怎麼定義 是所謂的大型活動 如果像這次的分採訪是大型活動的話 其實臺灣好多的活動 比如說我們學生的營興營興的活動算不算 所以這個大型活動的定義 是其實 可能一個同學大陸營就不成 所以說 一般真正的一般的大型活動 一般真的大部分都會跟這個政府機關 或是學校機關會必須要合作 因為我大型活動 我需要場地大 是 要不然我就是會使用到公眾使用的道路 一定要跟市場 當地政府 一定要有一個一個申請 或是通報的一個連結 所以比較少像這樣 是完全在一個私人場地比較少 那但是完全在私人場地 譬如說像我剛剛講說高雄市政府 他們對於這個大型活動的 這個安全管理的作業要點 其實要求即使是私人 民間的法人或社團 他們辦私人的活動 也必須要比照這個辦 所以就是我講說高雄市政府比較 他的法規比較嚴謹的地方 所以我會覺得在以這個事情為見 我認為說以後你可能對沒有錯 可能就像教授講的 或許我們要規範說 可能三百人會集合到三百人 四百五百人 都要都要一定程度要像 要像這個地方政府包備 我覺得可能都要做這樣的一個申請 的一個控管 然後要嚴密監督到他說 他們的這個保險額 額度夠還是不夠 我覺得類似像這樣就可以以後萬億 當然都不希望再發生 不過加利回你來看看這一次所謂的彩色派對 到底派對出哪一些問題 第一個這個地方 其實真的不應該辦活動 你怎麼可以把游泳池抽乾來辦活動 而且剛剛提到說室外活動 那等同室內嘛 你講難聽的 你不要粉塵爆炸 你光有推擠 人怎麼跑出來 游泳池那麼深 你怎麼跑出來 再來是頂多六百個人 四千個人進來 真的 所以這個責任誰要付 再來說雖然有精煙標誌 可是大家都在抽煙 然後燈具又弄得那麼低 燈具真的很燙很燙 我們攝影棚這個燈也都很燙 再來是水池改成派對 這個用途跟核准相不符 持幣成了障礙 還有之前才做過消防演練 結果消防車怎麼進去怎麼出來 不曉得 那這個到底是園區的問題 還是所謂的消防演練的問題 還有園方在出示當時第一時刻 也沒看到滅火也沒廣播也沒解釋 也沒疏散也沒搬運傷患 也沒有急救設施 沒有擔架等等 所以這一連串的問題 才會導致這麼大的悲劇 對 你看我們從 我們光從電視新聞去看那些畫面 就是一團火球 就在一個大型游泳池裡面 一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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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火球 在那裡 每個人看到的畫面 其實是是驚嚇的是他 他並不像一般的 比如說在家裡頭的燒燙商一樣 他是整個被火球給圍繞住 那我們剛剛看的所有的案例裡面 都好像是工廠爆炸 好像是在密閉空間 其實我們看八仙這一次 他活動是在一個游泳池裡面 他等於是半開放 他不能說是開放的空間 算是半密閉的 對 半密閉 半開放 然後我們最近很多什麼color run color part 這個這個粉塵的問題 已經早就很多人在提到 他的危險以及他污染環境 之前臺北一個一個一個color run 就整個基隆河是避免顏色 大家一直指責說這個會污染環境 他還說不會 對 然後他就主辦單位說 不會 這是玉米粉 大家沒有想到玉米粉 或者什麼什麼穀物粉 會爆炸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更 各個國家都發生過 那你今天這個場地 只能有五 六百個人 來了這四千個人 管制根本沒有什麼管制可言 是 你就是收錢 你知道我曾經聽到 人家提到說 我只要我只要去辦一個 不管什麼run 只要慢跑 我辦一個活動下來 你去參加可能一千多塊錢 然後你跑完 比如說十幾公里 要收 花一千多塊 就拿到一個包包啦 或者什麼什麼T-shirt啦 然後或者什麼什麼什麼便當盒 什麼之類的 那價值一千塊嗎 沒有那個價值 就是 就是辦這個活動 可以賺好多錢 可是督導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 現在其實包括這些病患也好 親友也好 應該都會很急很急 不知手措 該怎麼建議他們 陽光基金會有一些建議 該怎麼做 不要去罵他們說 小孩人要戳啊 對 我們最近 不要去指責他們 是 我覺得意外發生了 那我覺得指責其實會讓雙方 都處在一個非常悲傷的狀況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幾個建議 那其實 其實像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傷者他現在面臨的是 身心的煎熬 所以如果可以給他們一些 比較多的陪伴 像剛剛安琪有提到 在院裡面 其實護理人員的陪伴 家人的陪伴 甚至是可能在後端 有可能我們狀況好了 會出 會出院 是 我們的社會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的傷者 一個比較好的 善意的環境 像安琪說的 是 一個微笑 甚至是我們之前也有聽商 有說過他受傷了之後 回到家裡 鄰居其實會給他噴噴口水的 我們的環境 有沒有準備好去 去面對這樣的傷者 是 讓他們可以更安心地 回到我們的社會裡頭去 是 那還有過程裡頭就是 因為傷者 他其實在這段階段裡面 他們會有很多的情緒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要陪伴 他們去把心裡面的那個 擔心說出來 是 擔心 我的外觀會改變 還是擔心我接下來的課業怎麼辦 還是擔心什麼什麼 不要用那種很沒有意義的說 你不用想那麼多 不會啦 你無聊 是 這樣子是沒有意義的 其實是要去聽他們說 OK 那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你不要想那麼多 其實是會讓他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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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叫我不要說嗎 你受到 你當然也不會想那麼多 對 那我覺得那個疼痛 其實是我們外人 真的很難理解的 不要去指責他 因為這不是他的錯 這就是意外 如果這有錯 也是主辦單位錯 絕對不是他們的錯 因為他還有一輩子要走下去 對 都是年輕人 所以其實也會呼籲家人跟朋友 去聽他說 然後甚至我覺得有時候 其實剛剛我們也都有提到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可以請求一些協助 包括陽光基金會 或是更專業的一些 心理諮商的單位 其實都可以幫忙 家人或朋友 一起來陪伴這個傷者 去度過這個可能很艱難的 這段時間 院長你會怎麼建議 這些傷者或者是他的家人呢 其實 我其實比較想建議的是 我們全國的觀眾朋友 是 因為對於這樣的一個傷者 我們急性期過了之後 他們其實很需要很多 包括復健 包含的重建 那請問一下他們的心理上 會不會有一些不好受的地方 他們是不是人生 他們的求學就業 甚至於外來的家庭 是不是有影響 是 他的同儕之間 他與其他人的社交生活 是不是有影響 我相信我們臺灣是一個 有愛的地方 我們應該釋出我們的溫暖 跟關懷 給這樣的一些人 應該是我們整個社會大眾 去接納他 不要覺得說 他好像很奇怪 好像他 他是不是怎麼了 有些人可能看到 我們現在事情剛發生 臺灣人都記在心裡面 我們覺得這是 怎麼會發生這樣一個公安事件 很不幸 可是之後 過了五年十年 當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還能夠敞開 我們的心懷 心胸 抱著他們說 辛苦你們了 是 是不是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態度 去面對他們 我想這可能是 我們應該更正面地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狀況 應該是全國的人民 一起去幫忙他們 而不只是他們的家屬而已 真的是非常謝謝安琪 也真的謝謝安琪 今天來上我們節目 謝謝您今天收看 希望接下來有比較好的發展 我百分之五的燙上面 碰到 晚上九點 請聽爸爸老實說 本來是好好講 這兩個月盡量不要出去 但是他一定不聽的 小孩子就非要大聲他才會怕 但是也是為他好玩 兩個小情侶去共同開創一個試驗 可以贊不贊成 剛開始絕對是反對的 但是 我希望他賭膏子 這個志願你們甜了沒有 實際上他是甜了 我是想要 變跟他啦 爸媽酒很大 一起來講真心話 妳如果沒有來 把事情說得清楚 還比較難找 我也會找到妳 是好啊 不會啦 以後我每個週末都可以回來 這樣子有半天的時間 可以陪妞妞 然後我可以多賺一點錢 是不是很棒 本地小心點 他在外面可是惡名昭彰 我還聽說他曾經 在人家酒裡下藥呢 沒有啦 我不小心把他酒打翻了 你不怕我啊 你講得那麼簡單 那可以讓我來試試看嗎 誰啊 你找不到我的棒啊 謝謝 你知道公視的節目 現在也可以在網路上收看了嗎 公視是一個 讓我們獨立思考 容納各種觀點的媒體 不論是手機平板或個人電腦 它都無所不在 與我們生活在一起 我是影星 誠摯地邀請您 讓我們一起支持公共電視 現在就請您 博打捐款專線 0226339922 謝謝您 如果你對影像有滿腔的創作熱情 那可千萬別錯過 公視成人影像創作營 13年來 公視已培育超過500名學員 更有超過70部短片作品 文不僅教您的影像創作技巧 更可體驗拍片過程 將實作化為作品分享 活動日期8月18號到8月22號 錯過可惜 小請